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Eating Things 现在我在一个停车场 大家已经觉得非常奇怪 今天非常的冷 我跟我的老公Scott 千里迢迢坐了一个小时的车 来到了多伦多的Markham地区 对我们生活在市中心的人 Markham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来参加Loreal的Private Sale 欧拉亚其他有很多的品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好货 所以废话不多说 咱们进去吧 巨大便 说明镜需要打工资金 就像厚值一样 文字幕来说 那我们见 German adrenalin 在美人里维抢 说明镜需要打工资金 所以我们的视频 明镜需要打工资金 然后我们就在一边 而我们 spiritual 所以我们现在到家了 今天是非常疯狂的一天 花了一个小时在L'Oreal的Private Cell 然后我们还去了北边的大统华 是一个就是非常疯狂的一天 然后刚才下大雨 我的满脸头发全是湿的 现在我的妆容还是可以吧 虽然我没有用任何特别的防水的妆容 但是我今天一天下来化妆情况还可以 所以shout out to my makeup 那现在呢我要去带Miso看医生 哈喽大家好 终于到家了 今天是超长的一天 然后大概三四个小时都有出门吧 现在看我的妆有一点点花 但是非常正常 因为今天下大雨 所以我整个脸都是湿的 应该还好吧 除了唇妆也补了一点以外 其他都还比较完整 然后剪了个短头发 看起来就比较利落一些 然后大致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买的东西 相比于其他人 我感觉买的不是很多 我看大家都是那种扫货的状态 成罐成罐成套成套的买 那我并没有看到就是那种质量特别好 然后特别已经有口碑的产品 所以我就剪了一些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出错率不是很高 即便买了买错了也不会很后悔的产品 所以let's check it out 好 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买的 李肤全这个品牌 稍等一下啊 美宝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下面有很多各种牌子 包括这个美宝莲 欧莱雅 李肤全 威姿 兰扣 威艾扫 这些都是欧莱雅集团下的品牌 那这个李肤全呢 我并没有看到这个非常熟悉的 他们的防晒产品 但是我买了这个SPF60的防晒霜 另外这个是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 保湿霜吧 然后他们出名的就是 李肤全是法国的小镇 他用的都是那里的矿物水 然后没有试过 应该刺激性不是很大 很温和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卸妆膏 它又是gel的这种卸妆产品 然后接下来是L'Oreal的洗发水 因为我最近染了头发 所以想用上这个Nutri Gloss Luminizer 应该会发亮的那种 这个产品我不是非常确定 应该是慕斯吧 就是喷在头发上增加发亮的慕斯产品 小小一罐鞋带比较方便 然后这个是Mythic Oil 我其实并不太熟悉这个产品 应该是发膜 停留在头发上10到15分钟发膜 运过以后给大家分享的心得 这个呢是它的蓝蔻的眼霜 和它的Mascara的一个set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个眼霜 我就很想试一下它这个按摩棒效果怎么样 然后就是很多的nail polish 有这个AC的牌子 应该就三个都是gel的紫色和那种墨绿色 我都很想尝试的颜色 这个都是偏nude的颜色 然后还有l'oreal自己的黑紫 以及美宝莲的这种非常裸色的颜色 接下来看过来 非常random一个urban decay的spray set 我其实挺惊讶 urban decay居然也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产品 但它这个是一个mat的setting spray 接下来三个兰蔻的产品 这个是兰蔻的眼影盘 看起来都是挺中规中矩的颜色 然后它附个小镜子 这个镜子里面有告诉你怎么上妆的方法 然后它有一些12345的步骤 这个产品应该非常有名了吧 它里面应该是有那种精油 所以要把它shake shake 甩开以后 然后再涂在你的嘴唇上 它就像一种gloss的质地 这个是一个兰蔻的眼部产品 左边这边是打亮 右边那边是可以晕开的眼线笔 接下来来看欧莱雅下一个眼线笔 它比兰蔻的价位要低很多 好像是五块钱吧 就买了这个powder eyeliner pen 所以应该是粗形的眼线 然后可以晕染看起来的 最近我就非常迷这种非常法式的眼妆 就非常随意自然的眼妆 这个是l'oreal的blush 然后我在店里试用了一下 它这个颜色现在看不太出来 非常的nude 就是那种裸色的 所以是可能显出自然好气色的一种颜色 然后它质地非常有趣 很像colourpop的眼影霜 有一种湿的质地 然后软软的摸上去非常有趣 然后很好晕开 所以想试一下 接下来买一个最后一秒钟 我非常想买粉底 但是因为在那种private色里面 非常难试颜色 所以我只买了这个Vichy的 叫Derma Blend的一个BB霜吧 它其实应该不是BB霜 它是一种Tinted Moisturizer 就是有一点点颜色而已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是最浅的 是15号 然后到时候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接下来是我在这里的药妆店 都没有看到的两只口红 然后这两只口红也是l'oreal的 我一直听很多youtube介绍这个新款 但是都没有在这个这里的shop 或者是rexol看到这两个产品 它这种是别看它像是lipstick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液态的 它其实是一个液态的产品 然后呢我选的这两个颜色是 一个是偏紫的 另外一个是偏粉的 颜色都是属于非常日常的颜色 虽然看起来深深的 但是它有种是gloss的质地 所以看起来气色非常好 我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上妆试一下 接下来最后一个产品是美宝莲的 Mascara 它那里有卖非常多 就是4块钱一致的Mascara 但是这支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买它 看上去非常有趣 所以我今天所有的买的商品都在这里啦 并不是很多 等我试完这些产品以后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试用心得 我非常期待的就是这个Shaker 还有最后一秒钟买的Vishy的这个Tinted Moisturizer 以及这些所有的Nail Polish 那愿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